我也想當個刑警 以前刑警很威風 因為侯友宜也是警察英雄 他45期 我43期 但是他分發台北市剛好那個時候 壞情有缺 我就分到刑警大隊底下的建制單位 可是那時候建制單位沒有人要去 而且很冷門 我以前是最怕這種迷信 有這種鬼神 黑暗等等 所以那時候我心裡就非常的痛苦 我們輪班晚上只有一個人 貼滿那個都是血淋淋的照片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敢躺下來說 我只能坐在椅子上去 因為很怕是說 萬一睡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一個鬼站在我前面 我怎麼辦 本週日晚間11點台灣啟示錄 阿善師的見識實錄